我们在释迦庄附近 秋头正念佛堂 念了三天佛 受了三天八观摘戒 后来又讲了三天经 讲师善业道经 讲完经以后有一个小伙子 他不是居士 他自己跑到我房间里了 说这个我有很多的不如意 我说你什么地方不如意 他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如意 我说你打个比方 他说我都二十六了 还没有成家 我做什么也做不成 我说你又什么也做不成 你又没成家 那你学佛法吧 你三规一了没有 那为什么不学佛呢 他的意思很明显 我求佛菩萨保佑我 能够让我诸事顺利 可是又不愿意归一三宝 不愿意归一三宝 你学不到佛法 佛法的利益 就算给你 你得不到的 我们办了归一 他没有参加 你本来嘛 你二十六岁小伙子 长得很好 身体也壮 个头也不低 相貌也不错 干什么什么不成 没有人 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是不是障碍 肯定障碍 学佛也不想学 这样的人怎么办呢 就是要参加法会 然后归一受五戒 或者少分戒 多分戒 满分戒都可以 然后命运就一定会改变 没有不改变命运 佛法本来就是改变众生命运的 佛法能够使一个凡夫的众生 最后变成佛 佛法怎么不改变命运呢 不可能不改变 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 而不是改变一点点 其实他所求的利益很小 一点点而已 能够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能够找一个老婆 然后成一个家 就是这样 佛经上说 如果你能够修学佛法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求什么得什么 问题前提是你要学佛 你不学佛 你怎么知道这些殊胜的法门 这就是做猪事业的意思